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想做一个淡淡面 有肉的 但我是做素的淡淡面 素肉做的 吃素的我想更香 可以教观众 用基松涌煮个汤茜 有干的 和濕的 你帮我切 然后我先将面出水 好吗 我们切过基松涌 回来浸了水 浸了水在底部有一个定的 轻轻地批一批 批了就一定会没有沙 好吗 新鲜的也是这样的 底部也是要切掉 怕有沙 基松涌很难买到新鲜 没错 那我留下 这个基松涌可不可以 可以帮你放进这个汤里 直接是要这样做 是的 这个就是基松涌刚才浸出来的水 我们不要浪费它 好 倒入它 好 倒入汤的时间 接着处理素的肉 可以下了 好 这个牛 记住 一定要炒掉才定型 它真的会变色 所以你看到它没有红色 就可以了 看得出 会变色 接着还要加什么 加少许盐和胡椒粉 好 加少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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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 我觉得差不多了 不如我帮你 好的 谢谢 这个汤 真的很香 现在我会教大家 做那个 淡淡面的那个酱 这个是有粒的花生酱 我自己本身就喜欢有粒 就有点口感 好 要很大力 是的 然后六斤花生酱 好 接着加少许少许热水 好 先搅拌它 要慢慢下 这个程序 要不然水太多 不可以的 就变成了不一片酱 不漂亮的 好像水太多 很有趣的 知道吗 花生酱呢 放一点水或油 越搅拌就越大了 脏了嘛 对了 通常搅拌这些 一般都是逐步逐步加进去 没得心急的 这样就不会有危险 这个状态我觉得是像 冰淡那样 然后就加调味 首先是两斤麻辣酱 麻辣酱 对了 两斤 我帮你做 好 普通麻油 也是两斤 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应该先加牛肉 啊 倒在这里 可能你先倒一半 好 因为牛肉也挺多 应该可以倒多一点 我觉得差不多 差不多 对了 就可以将面 放入菇汤 对了 其实这个菇 我们可以吃光 可以的 不要浪费 把面放进去 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把汤倒进去 就这样 可以做冷面 是啊 冬食就可以了 加汤 最后这个时间 我们再加花椒油 是 这个 醬呢 搞定了 好了 最后呢 还有些青瓜丝 在哪一边 不得了 这个最重要 其实这个是花生碎 花生碎 在直蛋蛋面 这个必须有 是 好漂亮 搞定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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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